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通过短片 我们来了解一下教育部的这份新文件 按照教育部的新规定 课后服务的主要内容是 安排学生做作业 自主阅读 参与体育艺术科普活动 开展娱乐游戏 拓展训练 社团兴趣小组活动 以及观看示意儿童的影片等等 教育部提倡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给予免费辅导和帮助 但要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 集体教学或补课 对确实不具备条件 而家长又有课后服务需求的 学校要积极协调社区 校外活动中心等资源 做好课后服务工作 中小学生是否参与课后服务 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 学校要优先保障留守儿童 进城务工人员随签子女等群体 意见还要求各地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财政补贴等方式 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 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 还要把课后服务工作 纳入中小学校考评体系 好 按教育部的规定呢 是为了帮助这个家长啊 他们的后顾之忧 免得是上班的时候 还要想着赶早去把孩子从学校接回家 那这样的一个课后服务的这种方式 有人也担忧会不会这个走调变味 罗罗有没有这种担忧呢 我觉得客户服务本身这个理念啊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理念 因为它确实在很多方面 也解准了一些家长接送小孩的 上班组的一些困扰 然后也让小孩子在放学这段时间 其实有个时间来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啊 或有个比较好的环境来进行一个学习 我觉得是挺好的 但是后卫变位其实我觉得 关键是看你的执行的一个力度跟细则 执行的好 它肯定是会做得很好的 那这个执行就看你这个本身的这个整个的规划 落地跟资源的嫁接 还有这个信息的透明度跟资源的一个渗透性 这都会影响你执行的会不会变味 好 听你 黄校长 我觉得这次的指导意见应该说是个大利好 首先利好我们很多的家长 还有就是对我们孩子是更大的一个好事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学校玩了 那么第三个利好就是把我们学校的很多教育资源给盘活了 但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说我们要把它定位好 就客后服务不是义务教育 它是种真职服务 把这个决定清楚以后 我们的辩位就可能做一些得到一些议防 但从目前来看 可能这种文件的解读啊 很多人理解上就出来误导了 很多家长认为这就是解放了我们的家长 我孩子放学了 我继续扔在学校里面 其实这个应该是针对特定人情有这种需求的 才提供这样一种真正的服务 所以这个要注意 第二个就是说要防止资型的变味 或者会有变味它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资金来源的保障 这个资金来源如果完全靠政府的财政投入 我个人觉得说是要注意的 三缺的 就是财政资金它应该普惠的 但是这个本身它不应该是一种普惠的行为 是一种选择性的结果 所以这个也要加强 还会不会变味很重要一个就是 政府的监管有没有到位 如果监管到位应该说 它的变味的可能就小一些 这个所谓的变味呢 一个就是担心变成这个学校的一个集体的教学了 大家既然不及时放学回家 那么留在学校 干脆我们上课吧 那再一个就是说 我或者是通过别的方式 我收费来进行一个叫客户服务 或者变成一种辅导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两种情况 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变味 您觉得会不会这样 我觉得有两个变味 一个变味呢就是说 它出台的文件本身就有一条说的要求是 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给予免费辅导和帮助 然后又强调说 不能够进行补课 那什么叫做补课 不就是白别讲的就算是补课了 但是是对个别人的他说 那个别人好了 一个班假如有五个个别人 那难道老师我要讲五遍吗 肯定是我站在台上 我讲一遍让五个孩子听 那这叫不叫做补课呢 那其他的如果孩子觉得 我要是被排到以外 不参加补课 我好像这个少受到了一些补课 那我比方说 我倒数五个人 倒数第五名的人我补课 我进到了倒数第十名 那我倒数第八第九的人 我要不要来补呢 最后还要排名 对 所以呢 我还有第二个担心 就是说一旦这个没有组织的话 比方说这里面讲到的 就是课后的内容 体育艺术科普娱乐训练 社团兴趣小组活动 甚至于包括观看 适宜儿童的电影 因为我们曾经在社区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畅想的 到时间以后 学生写完作业了 我们给他看一部 孩子适宜的电影 然后就会发现有人干嘛呢 一边看电影 一边写作业 我们的灯是关着的 是按摩摸的 然后孩子呢 一边看电影 一边写作业 视力大 急剧下降 那把他们分开啊 怎么可能呢 老师的资源是有限的 学生也就是那么多 不可能全班都留下来 如果你场地的时候 每间教室都打开 也不可能的这种事情 最重要的是 有些孩子是 他并不是真心的要留在这儿 他只是说 我很孤独 回家没事做 我在这儿 有伙伴 我有事情做 我作业并没有写完 我要写作业 可是这部电影 我又要看 所以这个变味当中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来自于内容上的 一个是来自于孩子自己的 还有一个 到底是哪些学生 他可以享受这样的课后服务 而不是说大家 全校的学生啊 都不回家 都先留着再说 那这样的话 可能执行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来看看 在教育部出台这样的新规定之前 有些城市呢 已经在这方面开始了 他们的一些尝试 各有各的不同的方式方法 我们来了解一下 根据教育部的简报 近年来北京青岛成都 在积极探索 解决中小学生的课后看护问题 北京市从2015年起 按城区升均每年700元 郊区升均每年900元 划拨专项经费 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 聘请社会人员参与课外活动计划 市教委会同人社财政等部门 向参与活动计划的校内教师 提供绩效奖励补贴 青岛市指导家长委员会 采取企业赞助 家长义工 适当收取费用等方式 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并引入第三方机构进入学校 开展收费托管 成都市整合社会资源开展 以公益托管为主的课后服务活动 建立留守儿童放学后 托管服务督查机制 定期检查和不定期巡查相结合 确保课后服务质量 好 这个短片告诉我们 北京 青岛 成都 三个城市呢 有他们一个先行的探索实验 那对于他们3D的做法 各位嘉宾是怎么看的 哪一个城市更有借鉴的意义 我们刚才看到了北京的做法 应该说是比较体现了政府的强大 就是一个孩子给他700 900的这种经费 直接补到学校去 作为试点 可能他们这样做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前面铺盖的话 这确实涉及了财力的负担问题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他这种做法 我觉得更可怕的 导致了给百姓跟家庭用误导 就是政府的大包大郎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 定位要定位 它不是义务教育的延伸 而是客户服务提供的一种选择性 它不是普惠的 它也不是义务的 它应该是增值的 所以我比较赞成的 还是刚才倾倒的方法 因为倾倒的方法 它的经费来源是多元的 企业赞助 这家长义工 还有就是这个家长的粗一点 还有就是第三方监管 我觉得这个方式比较靠谱 也比较既有可持性 当然四川做的做法 就是对一些留守儿童政府采用兜底的方法 我觉得如果把这两个方案结合在一起 让有这种需求的家长 如果是家庭特别困难 比如说定一个贫困线 或者是什么贫困家庭的 就是他的孩子的这种增值服务 由政府来买单 那其他的家长如果来选择这种服务 应该是要付点费用 因为这不应该由政府来买单 应该是家长选择性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能解决经费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好的话 学校要有情怀 就是学校的这个场所 必须无条件地提供给第三方 或者是有关部门来进行应酌 来解决这些孩子留校学习活动 各方面的问题 好 按黄校长的说法呢 其实要提供课后服务的话 不是对所有的在校学生提供 而是呢 对那些要兜底的那些学生 这种需求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这样的 来 听别老师 对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一个 你要设定一定的标准界限 我什么样的学生 能够留在学校里 接受这个课后服务 第二个呢 就是我接受课后服务的内容是什么 就像刚才罗罗讲的 我是课后的兴趣班 我还是课业辅导 还是说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就是个普通的孩子 我既没有课业的烦恼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特查 那么我可以进行阅读 进行看电影 还有一个就是由谁来做这件事情 如果一旦让校方伸手管得太多的话 一方面也加重了老师的负担 校方的负担 另一方面也会让他多多少少 会改变他原有的初衷 会变成一种变相的补课行为 所以就是谁来做这件事情 谁来设定这个门槛 最后谁来出钱 谁来管这件事 其实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教育部下方的这个文件 显然就是要学校来牵头 组织做这件事情 是吧 而且呢 那按北京的试点的做法呢 他们是升均700到900元的 这样一个补助 那这个补助既然是 平均每个学生一年是这样的费用 那显然就是每个学生 都享受这样的课后服务 是不是 那罗罗你觉得刚才三个城市 哪一个你比较赞同 我觉得上 他说课后服务 其实没有说是无偿服务 他绝对是应该是有偿的 那这个经费从哪里出呢 其实我觉得比较合理 应该是财政出一部分 那现在北京其实他出这个钱 是不是也就是在进行 社会服务的购买 它其实我觉得北京它是个试点 它试点 应该这种比较难 从全国来推广 也毕竟是涉及到 这个经费是比较多的 压力是非常大 我觉得应该是说 财政出一部分 那这份是 就是比较常规的 基础的一些客户服务 比如说提供一个阅读室 基本的一些体育器材 就是相对是比较 学校本身就有的 或者说比较价格比较低的 成本比较低的 就是基本的一些配套 而另外呢 还提供一些就是比较 有高标准的 成本比较高的 一些才艺的学习 比如说才艺的 比如才艺琴啊 甘琴啊 或者说专业的芭蕾啊 类似这样子的 可以你家长自己来选 但是你必须负担费用 但是费用可能比你在市场上 还更便宜 也必须是学校统一采购的 然后产地也更便宜 那像你们运营的这个学家家 那你们了解像这种学校 购买社会服务 有没有这样的 做得比较好的一些例子 蛮多的 因为有的学校 他会做一些 课后的一些信息小组 选题的研究 比如说机器人啊 然后包括一些 儿童礼仪的培训啊 然后包括说儿童戏剧啊 比如他就这样 办一些合唱 儿童的 他们学校都有 他的舞蹈班等等 他都会找外面的 一些专业的 一些培训机构 专业的培训老师 进去帮他们做 这个服务的输出 来进行采购 好的 我们来看看 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发表的意见 看看 狗不理说 课后服务呢 会变味 很难让家长理解 滕德章说 应该不会的 课后辅导 给孩子提高成绩 多好多划算啊 那这位家长显然 这位这个网友 他显然理解的就是说 课后的服务 其实就是课后辅导 有助于孩子 提高学习成绩的 其非说 只要学生成绩能上去 贫困家庭也能负担得起 开点口子无访 老刘 他说非常好的举措 解决广大家庭的实际困难 但愿配套措施跟上 早日变成现实 欢迎大家继续在互动平台 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 有门超木桥五级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好 那么 这个新闻件一公布之后 的确很多人担忧 这个客户服务 有可能会变成 集体教学 或者变成这个补课 那各位觉得如果要防止 这样的一个走向的话 用什么样的方式 怎么来杜绝 听听管教授 我觉得要做好防止 它变成集体补课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界定清楚 刚才这个李老师所说的 哪些对象 如果你变成一种普惠 所有家长认为说 这个是公共资源 我要享受 我把孩子扔进去 那人一多 那么就容易导致集体补课 如果人少了 集体补课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要限制清楚 第二个就是 您的意思就是说呢 对于谁可以享受 客户服务 是要有一条界线的 清清楚楚 只有一部分人 是吗 对 确实需求的 你不能误导百姓说 学校就是要回我的 下课以后放学 我还是要放到学校里面 学校里就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那这就误导了家长 如果真的是 是确有困难的 确实需要的 是学校来 那如果确有困难的 在学校留着的时候 也是在补课的话 那其他的学生可能也不干 这是 对对对 然后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就是说 留下了以后干什么 那我们要对这些孩子的 这个需求进行规划 要求 就像这个教育部文件 规定的 其实那些项目 都是非常好 孩子也是非常喜欢的项目 那这就要提供 谁来提供这样的服务的问题 显然 学校老师他的工作量 无法完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必须依靠第三方 那就是引入社会的培训护导机构 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再加上出一些费用 我觉得 然后再加上政府的监管 应该说 如果有了这个第三方 有了一个监督的机构 专门监督机构 这个事情 它是可以保证 它不会进行 大面积的集体補课教学 您讲到监督机构 什么样的监督机构呢 可以跟教育部门 对啊 来总教育 还有各方面 你了解的情况是 现在有什么样的监督呢 家委嘛 家长委员会 家长委员会本身 它也可以对这些经验监督 它可以 你这个兴趣一般的一个 教学情况 教学情况 或者说你这个客户服务 也没有变成辅导补课 他们家委其实可以 形成一个民间的一个组织 我觉得这也是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监督到上面 你这个不用担心 你相信吧 最后大家口口相传的 就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形式 在教育部当时出台 那个减负文件的时候 就曾经教委 叫厦门市教育局 就曾经委托第三方 进行调查 最后得出来 哪些学校 就是在减负上 做得最好的 这个监督倒是不要紧 但是学校 防止学校变成集体教学 或变相补课 为什么不能够 为什么大家担心这个问题 不能够集体教学 那问题就在这里面 有时候我们在强化一个 课后服务的时候 首先就马上想到 就要刚才一位嘉宾回 因为那个说到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扭转家长的观念 孩子本身已经在学校 待了那么长时间了 放学以后 他应该是跟你的亲子关系 相处的时间 不要把老师变成保姆 不要把家长变成老师 应该让家长能够负担起 跟孩子交流公投的责任来 这个应该是最先完成的 而不是应该把这个 课后时间全部都推给老师 老师毕竟跟孩子之间 还是有距离的 我在担心会不会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会变外 变成集体教学或者是补课 那有可能是家长觉得 这个时间不要浪费了 赶紧给孩子补课课 他们这个不能上课 没解决的问题 或者做作业遇到的问题 你们赶紧给他辅导 对 可能会有家长提供 就像刚才那段黄校长 就讲到了嘛 就是一个我在学校里 进行课后服务 我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要一定要事先策划好 好 就是起码我觉得 是不是学校好 规定了各种认专课的老师 不要上岗去管这个事 你们放学了 下课了 去管自己的孩子 对 你们回家 那就没人补课了嘛 他们在学校 那么就是看电影玩 或者是看书 学习各种才艺 没错 没错 现场休息下段 后来继续来关注课后服务 好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TOW 继继续来关注教育部发的文件 要求中小学要开展课后服务 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发表您的意见 您将有机会获得 门川普强五级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对于课后服务专家们是怎么看的 有什么样的评说 我们来了解一下 有专家表示 今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学校正在从单一的传授课本知识平台 向不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平台转变 随之而来的是 课上和课下的分界线正日趋模糊 不少学生在下课后 仍面临这样那样的学习任务 怎样让青少年拥有一个健康 而又轻松的课后时光 不仅是家长要考虑的问题 同时也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次发布指导意见 是对中小学课后工作的进一步规范 不过具体要怎么做 应当充分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作为校方 最担忧的是学生的在校安全 以及托管服务经费保障问题 各地应通过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 积极探索 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模式 好 专家提到了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一个是安全的保障 一个是经费的来源 那李老师您觉得两个问题 您最关心哪个 都关心 对 我都关心 为什么有一个提到一个安全问题 我们会看到 首先一个能够要 叫专家出台这个问题的背后 里面要考虑到哪些孩子 需要课后服务 就是家长没有时间接送的 什么样的家长没有时间接送 又没有财力请人来接送 很多的就是随签子女 那么这些小孩受他的家庭环境影响 家长照顾到不周的时候 很多安全事故就是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 所以教育部出台这个文件 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 缓解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让这些孩子能有一个安全的教育环境 起码他们待在学校安全 对 是的 是的 这个角度上 学校对他们来说一定是安全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 能不能给学校一个安全的环境呢 就是给学校一个定心丸 假如这个孩子在放学时候 享受课后服务的时候 发生了安全事故 学校要负哪些责任 要免除哪些责任 然后他所受到的伤害 所受到的不安全事故 应该由谁来负责 这个责任要定位清楚 第二个 钱的来源 我觉得说在这个 课后服务当中要搞清楚 他不属于学校统筹内的事情 那么就应该由社会来服务 他又不属于九年英务支部教育的范畴 还是应该由社会来出 那么是不是能够 这个学校的家委会 或者是校友会 或者是社会赞助 这样的形式 甚至于让这些家长 少出一点钱 意思一下 也让他知道说 你在享受到的是有偿服务 而不是无偿服务 这不是因为教育的一个服务 对 是的 这两点 我觉得这个 因为教育部的文件意见 规定是主其道在学校 而且是由学校来负责 那这案必然 就学校考虑两个最重要 一个就是安全问题的解决 刚才李老师说了 就是安全 一直是学校管理当中的高压线 您担心什么样的安全问题呢 就是学生在学校提供课外服务 这种期间里面 因为它的时间延长 那可能会发生意外伤害 那如何来解决这种意外伤害 可能要厘清楚 有的时候 这个学生的 比如说在跑步摔倒摔倒了 在踢球什么的 对 踢球有伤害了 这种它产生的意外伤害 并不是学校 完全学校管理责任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一些 免责条款 或者厘清楚学生该负什么责任 那这样子学校才能够放下这安全包袱 来专心做好这个服务工作 第二个呢 这个经费 因为学校负主要是 那学校没有更多的钱啊 所以这个钱 我一直强调 就是应该要由家长 享受到这样的服务 就要提供 打出这样的一个资金来 就是适当的 好 家长要适当的承担 一部分的这方面的管理费用 确实困难应该就是政府来兜底 我觉得这样子能保证 有这种需求的孩子 他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服务 好的 我们再来看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的发言 清廉满持 他说教育部的这项举措很好 如果能够在社区或村部 举办这种活动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更好 这样既不会影响老师们的工作 也可以让有需要的家长放心 好的 那对于教育部的这样一个新文件 新要求 开展客户服务 罗罗 还有什么样具体的建议 我觉得开展客户服务 不同的学校 它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特色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说你是外国语学校 是不是在外语 口语 或者说双语这块教学 或兴趣的培训 这块有一些特色 如果不是教材上面的可以 教材上面的就变成了 又是集体上课了 对 你可以绘本 或者说英语的话剧 类似这样子的 这方面的一些提升 或者说你一个在阅读方面 有的在体育方面 不同的学校可以 自己的一些客服的特色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现在厦门有的学校 据我了解 有的学校也有这方面的尝试 已经开始 就是在每个年级 专门成立了这样子一个 叫做兴趣班 兴趣班就是你除了正常的 一个教学之外 下课了 就放学了之后 放学你还留在学校 那学校就安排各种 比如说去快闪 去排演话剧 排演交响乐 排演舞蹈 然后家长是要交这个费用的 对 家长额外付费用 这其他的小孩子就不用付 想应程度如何呢 非常受欢迎 而且据说是 这个班是大家找关系 才能进得去找 好的 那也就是说 家长其实觉得学友 这个所长的话还是愿意的 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放学 家长怎么接送 有困难的情况 我们原来就有很多 解决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厦门 原来就有很多 非常好的四点钟学校 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而产生的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又有一些社区书院 包括我们的青少年工等等 我觉得这些途径 仍然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补充 而不应该全部把这一个 实际下一栏子求 拦到学校 拦到这个学校 组合 不要组合 那这样子 原来的制作 这些事实际上 我们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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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